30岁脸上开始长斑 还出现皱纹 或是长期觉得疲累 怎样休息都不够 这些其实是身体向女性朋友发出的警号 告诉你身体再老化 身体过早的退化 也意味着更年期可能提早报到 中医师程子新就指出 更年期正常应该是在49岁 不正常的退化 可能是因为起居饮食 例如长期的熬夜 再来体质不佳 欠缺调理 例如女性生产之后 没有做好月子 从中医的角度来看 女性短巢与子宫健康 与肾脏健康必不可分 要延缓更年期的提早敲门 第一步要做的是补气补血 所以在中医来讲 打个比方我们讲的白凤丸 它里面就有补血的 因为补气的东西 补血的打败了 单龟 穿胸 白嫂 补血的 补气的可以提升什么 提升体能的 那身体比较精神一点的 那种提升精神状态的 注定我们的整体活力的那种 大概滑体 日身这些东西 然后最重要呢 白凤里面有什么呢 它有补胜温暖子宫软槽的 这个物质这个重点 它可以让我们的子宫软槽 处于比较健康的状态 让它没有这样早退化 所谓的荷尔蒙啊 这些分泌呢 基本上可以维持的比较稳定 不会失衡的比较快 它就是比较明显 还有 要延缓身体的退化 女性朋友也可以从以下几点下手 一 晚上11点前睡觉 过度的熬夜会消耗后背的体能 二 适当的减压 压力会使气血能量失衡 打乱荷尔蒙的分泌 三 均衡饮殖也很重要 避免煎炸的食物 因为身体需要双倍的力量 将它们排出体外 四 减少使用空调 太冷的环境 我们就必须要消耗自身的能量来抵挡 最后 多走动 多到户外走走 晒晒太阳 促进身体的血循环 口袋健康是由与人生荣誉呈现 与人生 守护精彩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